武统内部上演Games of Tron权力游戏 所谓的官职派 亲首相伊斯麦·沙比里的那些部长大咖 在第一轮党内提名候选人之关 就先被out出局 传闻无援大选的领袖包括他 通讯部长也是吉兰丹 格迪里远任国会议员的安努亚穆沙 同样身为抗通棚特工队主席的安努亚穆沙 昨天才发文强调 只说部分跟伊斯麦·沙比里关系密切的领袖 被除名的消息只是传闻 不过今天被问到是否出席 今晚国阵以及巫统候选人宣布会时 他坦言自己并不在受邀的名单里面 并表示一切将遵照党的安排 我们不断担任国会议员的系统 所以我们不断担任国会议员的 我们不断担任国会议员 所以我们不断担任国会议员 我说 不断担任国会议员 我们不断担任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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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断担任国会议员 听起来是有些无奈 不过安努亚穆沙看来并不是孤单艺人 因为已经担任四届亚楼 元任国会议员的沙西丹 也在面子书天文 说他的选区亚楼的国阵行动室 已经被关闭 其职也被撤下 沙西丹直言 这是史上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此他感到非常悲伤 那除了这两张大家比较熟悉的部长连孔 另外也有传出团结部长哈利马 以及科医部长阿汉巴巴 无缘再战大选 让路给新人上阵 目前的舆论认为 遭到除名的都是官职派 也就是亲看守首相兼武统副主席 伊斯麦·沙比利的人马 而沙西丹和安努亚穆沙 更是当中的急先锋 机场批评法庭帮 也是巫统老大的阿末扎西 那如果他们真的被除名 是意味着巫统内部的官职派 在这场与法庭帮的斗争当中 目前是处于下风吗 那不管怎样 国阵将在今晚揭晓 上阵大选的候选人名单 我们还能不能看到这些熟悉的旧连孔 很快就会有答案 最后别忘了点赞分享这支影片 更多有关各大政党如何排兵布置的消息 记得留守热点Hotspot 去评论